大马路上水流不断从地面涌出 水势又急用猛 经过车辆见起阵阵水花 寂静一路瞬间成了小溪流 事发在安乐区寂静一路和北二高交叉路口 21号中午左右 一条大约150公分口径的自来水输出馆 不明原因突然爆裂 大量自来水外漏 当地里长就担心 会造成里内用水问题 经过车辆112向110弄口水管临时爆裂 然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地的住户用水情况 我们希望自来水公司尽快修复 让我们民生用水不受影响 检方到场摆设三角锥指挥交通 水公司也立即派员将止水罚关闭 找出原因 这查可能我们先把总管关掉 那等一下我们管线谷得过来 他才会确认 自来水公司已经找到漏水处 机具都已经进场抢修 预计21号晚间就会修复 至于破管原因还要再调查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